这会是最后一搏吗 被视为蓝白和最后契机的政党协商 时间已经敲定了 就在明天一早的时间中 会在马英九的办公室登场 要见证柯文哲跟何友宜 朱立伦的会谈结果 但双方已经各有底线 支持者很担心会破局 这首饰是要大家静待结果吗 15号蓝白政党协商前夕 民主党总统参业人柯文哲 在台中跟企业闭门座谈 依旧不松口 一早幕僚先敞刊 柯侯阵营代表来到马英九办公室 15号上午10点 柯文哲跟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就在这里再度政党协商 前总统马英九当见证 梁正寅即将摊牌 传出国民党主张六成 以侯科或柯侯对比赖销配 四成政党互比 而民众党的底线还是全民调 韩话柯文哲放下小我 侯友宜到新竹 向神明祈求心想事成 也要拿数字当武器 根据最新民调 柯侯或侯科配 以三成六跟三成五 领先赖销配五% 郭赖配垫底 若郭赖不选 百分之四十二挺侯科配 赢过赖销配 不管是政党支持度 立委席次 或是政党执政县市 有66%认为至少要有一项 纳入比政党实力 政党实力问题 隔魁阻隔的问题 区域里的问题 要一起考虑进来 这双方底线都还蛮坚持的 都没有太大的让 要谈成 双方还要让更多才可以 朱科侯协商登场 整合压力锅将先开 会合或破局收场 登记进入倒数 蓝白都没得再拖 TVBS新闻李明会 华少平 专凯玉礼品 台北新竹采访报道 过去合作无间的 马金体制如今 是否情意不在 对马英九登高一呼的 全民调 执行长透露说 多次致电给金普聪 却不成 讯息已读不回 忍不住批评金小刀 只在乎自己 金普聪 金执行长 但是我打电话给他 他没有接 但我传简讯给他 他已读 我想想说 如果你们对这个方法有意见 可以跟我讲 想呼吁蓝白 接受全民调整合 却反背后半 已读不回 而且对象 还是众人眼中的自己人 如果你在乎自己的一点点 所谓的什么突袭的感受 你自己比较重要 还是台湾人比较重要 这个政治上你也懂 他已读不回 或是他不回电话 就是他不接受 不回电话不回赖 马办声称 是被迫公开表态 更意味着 习日 马金关系已不存在 但回顾 一路走来 我知道这个位置 是一个充满挑战 而且要面对 很多困难的职务 金普聪向来 深受马英九信赖 从1998年 2002年台北市长选战 到2005年的 党主席选举 乃至2008 2012总统大选 马英九的每场选举 金普聪 无意不与 享有马金体制美名 如今紧密关系 却逐渐冷冰 1998年 马英九刚竞选 台北市长的时候 然后当时的文贤组的 组长就是金普聪 以萧续成个人为人谨慎 他不可能在没有获得 马英九的同意 或者马英九的要求底下 公开的去批评金普聪 不像过去 在马英九心中 地位无人能出其有 学着说现在的马英九 金普聪早已大不相同 不会那么样计较 到底是谁 来担任总统的这个问题 但对金普聪而言 他竟然作为 侯伴的一个执行长 当然都是以 帮助侯友宜 可以选上总统为之 不仅何希丽将所 对此表示 不与致贫的金普聪 13号主持 侯伴会议之后 在进办中 被赋予角色的 总造争名中 就以党团身份 公开呼吁前主席 不该出现在 政党协商之中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协商阶段 前主席其实不宜介入 一句不宜介入 也只是更加确认 马金关系早已不复 TV变学刘学会 台北有道 而独立参选的 郭泰民终于拿到了门票 103万人连数 中学会认定 90万有效 对宣明制说 郭董会精神参与 被解读再劝退 今天郭泰民 对此回应强调 不负所托 全力以赴 你不合就进入垃圾时间 合的话是不是认真 就能够赢呢 距离还很遥远 职业蓝白不合 这场大选就没看头了 连电荣誉董事长 宣明志这意思 需要老朋友 想选总统的 郭泰民逼选了吗 我希望他就是精神参选 意思是什么 两个 一个你没有在竞选团队之中 那你可以助选 不是说我鼓励他精神参选 我是认为他会精神参选 说精神参选也是选 相信郭董会换个方式参与2024 只是中学会才宣布 郭泰民提交的103万多份连数书 最后以90万2389人过关 通过第一阶段的联署门槛 日前积极跑通话的郭泰民 已经有12天没牌公开行程 就被解读 是不是放弃的前奏 三个和尚没水盒呢 就是说你三个他抢着要一桶水 那到底怎么抬呢 两个和尚在抬水的时候呢 那旁边那个和尚是不是说 就什么事都不做呢 帮忙看路 这个照顾一下 强调郭董还是有贡献 只是换个方式进行 面对这样的声音 郭半举回谢谢宣董关心 但宣明志关心的 不只是郭董选不选 还有蓝白怎么合的难题 如果你都坚持 几件的话 那就没什么谈的 谁振谁负 应该是这个不是面子问题 厉害的这个篮球明星 真正在比赛的时候 他不是每次他都一定要讲说 球全部交给我 用蓝白不要执着明星光环 用篮球赛呼吁要有团队精神 就看宣董的建议 蓝白锅听不听得进去 TVBS新闻的旅行为佳琪台北彩虹报导